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看得差不多了 剧情还有几处小bug 女主角也和小说一样 从头到尾在独白 但苍天在上 这是21世纪 这是国产偶像剧的舞台 我们有的是 经常会莫名迎风流泪的女主角 是对男主男二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的女主角 是对把自己逼到家破人亡的敌人 也能大度原谅的女主角 在这个大背景下 突然冒出了一个顶着一张小圆脸的女主角 她能吃能睡能花吃 虽然笨手笨脚 可看着不蠢 居然还挺萌 她跟男主角没有超车不停 也没有干柴烈火一见钟情 这陌生的感觉 让社长有点措手不及 这 这还是我印象中的国产偶像剧女主角吗 没错 这就是珊珊来了 她让我们意外地发现 国产偶像剧居然能不吐气不弱智 不狗血不悔三观 国产偶像剧居然还能看得下去 居然还能看得挺开心 吐槽国产剧这么久 突然迎来这么一部 让人下不去嘴的国产剧 社长可真是老怀甚畏啊 珊珊来了几乎称得上是年度打脸剧 当初听说珊珊来吃要改变成电视剧 百分之五十的读者觉得 糟了 又一部小说要被毁了 后来听说电视剧名要改为珊珊来了 百分之七十的读者已经有点心灰意冷 你说必皱成改成来不及说我爱你 我们明白 这个皱字很多老百姓可能不认识 你说第三种爱情改成绝爱 我们也能理解 大概是触及到了小三这样的敏感话题 可珊珊来吃招谁惹谁了 这个恋爱在吃饭中进行 女主角还是个吃货的故事 怎么就能把最最关键的 痴子给抹掉了 完了连名字都改了 看来是要光明正大的脱离远珠啊 再后来又听说饰演小白与大神的是 赵丽颖与张汉 百分之九十的读者已经宣告阵亡 什么张汉 诶是那个称霸了爱丽丝顿商学院 每天拽着二五八万 每个细胞里都散发着 装XX气质的张汉 什么赵丽颖 是那个名字后面总跟着滚出娱乐圈 五个大字黑了多多 长年盘踞天涯被黑榜单前几名的赵丽颖 哎呀这两个烂剧加起来 能让地球三圈的演员 还能不拼凑出一部全宇宙最烂的电视剧啊 直到鱼塘耿问世 微博上笑倒一片 张汉容封承包专业户 存知舒适的台词 似乎暗示着张汉可能要凭借珊珊来了 刷新自己用一起来看流星雨 创下的烂剧记录了 但事实上再好的演员也拯救不了一部烂剧 不错的剧本 却能够让本不被看好的演员 大放光彩 看一吻定情之前 谁能想到这个四肢戏长长相怪异的古川雄辉 能登临男神宝座 看人险王后的男人之前 有谁会对这个嘴唇乌黑的实贤语一见钟情呢 而赵丽颖的薛珊珊 相信即使是最死忠的援助党 也挑不出大毛病 小圆脸 包子头 浓眉大眼 声音也憨态可居 外形的还原度不说百分百 也有个百分之九十三 这个珊珊不卖萌 她负责生产萌 没有太夸张的肢体语言 也没有太丰富的表情活动 简单的台词就立马让她生动了起来 我这诗歌千千一组 将来是用来指点家 是要哄吐大眼 她常常说自己笨 实时提醒自己 人蠢就该多努力 不像别的女主角越蠢还越得意 她常常犯花痴 也知道不能实实现在花痴状态里 不像别的剧女主角就是看到绝世美男 也不为所动还能上去吵一架 她是个吃货 开心的时候吃 不开心的时候吃 安慰人的方式也只有吃 我包里面有包牛肝 你要不要吃 赵丽颖的本色表演 让薛珊珊这个角色变得可爱 又接地气 就像我们身边也会出现的 讨人喜欢的小女生 张翰或许不是风腾最好的人选 但如果偏过头看眼 不一样的美男子里的她 如果再回头看眼 流星雨时期的她 不得不说 这部剧里的张翰 实在是赏心悦目的多 尽管从流星雨里 开始竖起的衣领 到了这部剧里 还是没舍得放下 尽管从圣女的代价里 开始顶着的发型 到了这部剧里 还没舍得换掉 尽管从遥远的非主流时代 就开始流行的手链和戒指 到了现在 还是戴在她的手上 尽管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90%的时间 她都摆着一张臭脸 但张翰笔直挺拔的身材 确实撑起了一件又一件 款型不特的大衣 阴冷严肃的气质 塑造其总裁来 倒也有几分霸气 偶尔露出的淡淡微笑 看着还挺温暖舒心 而且据说张翰 还给自己临时加了几场戏 对于这样的一个风腾 社长我还是愿意 给她打一个及格分 珊珊来吃的小说 只有12万字 改编成的电视剧 却有33集 原著里简单的人物关系 显然不能满足 电视剧篇幅的需要 于是小说里 寥寥几笔带过的人物 在剧中的戏份 都拓展了不少 甚至还加了一个 原著里没有的男二号 正奇 原创男二号 想也知道 女主要在男主男二之间 突发选择困难症 好好的恋爱故事 又变成乒乓球比赛了 结果居然没有 编剧把珊珊对正奇的好感 完美地限定在了 花痴的范围内 又把正奇完全地 限定在了 对女二号的痴情里 死中闺蜜 想也知道 多年的友情 要因为男人而分崩离析了 闺蜜情意 要逆转成四XX大战了 结果居然也没有 珊珊的闺蜜 陆霜霜仪豪迈又仗义 三观更是正的不得了 偶尔冒出的几句金玉良言 也让人忍俊不禁 大鱼炸肉吃惯了的公子哥 想尝尝你这 青粥小菜的滋味 女二号 这次连想都不用想了 肯定是撒娇示弱 暗地里耍手段的 经典绿茶豪华套餐吧 结果 哎呀 居然是个热爱运动的绿茶爷们 虽然也使过几回坏 但好在男主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不动摇 并没有产生 太过暧昧不清的多角恋 其他配角 也没有一个让人讨厌 尤其是风月严亲夫妇 一个温柔大方 还贴心地安排了一个彩蛋 饰演风月与严亲的 张扬果儿和百克力 在现实中也是夫妻 百克力当年的一把 当众求婚 总算把张扬果儿抱回了家 难怪风月看着 剧里当众求婚的情节 笑着说了一声 很土 虽然说这求婚 已经是土了点 就连酱油角色也相当真实 爱八卦的女同事 会聚在一起 讨论女明星的整容问题 总裁的小秘书 有着一副乐于助人 外加神助攻的好心肠 出了头的科长 一口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而这种真实 应该与本剧没有配音 每个人都采用原声出演 有着莫大的关系 大概是为了 照顾参演的港台艺人 以往的大落偶像剧 十部有八部加了配音 听上去为何就不说了 有时甚至连口型都对不上 我又不是想狠狠 没事 珊珊来了 难得没有拉港台外援 从头到脚 土生土长 原汁原味 光是听着就神清气爽得多 汤子算公伤吗 在制作上珊珊来了也颇为用心 珊珊时不时大开脑洞 在剧里被制作成了漫画 虽然简单 却因为适时适量的插入 显得格外温馨有趣 珊珊难以言喻的少女情怀 在剧里也被两首小清新的独立音乐 诠释的恰到好处 对了 这两首歌都是出自小众歌手和乐队之手 不仅提高了X格 也扶植了独立音乐人 值得借鉴 再看看场景 风腾公司的这个楼梯 是不是让你联想到了秘密花园里金珠园的家 没错 这部剧确实是出自打造过秘密花园和花样男子的韩国造型团队之手 做到了该华丽的地方华丽 该现代的地方现代 该温馨的地方温馨 该浪漫的地方浪漫 服装方面绿有不足 风腾的跑车都换了好几步了 珊珊还在穿着同一件外套 不过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 从爱情公寓到珊珊来了 REO 中国青年指定饮料 我们是中国的年轻人 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我们只喝REO 看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社长啊你一路夸夸夸 你是不是营销号啊 你是不是收了钱呢 放心 社长良心大过天 烂剧就是把电视机吃下去 也绝不说一声好 好剧 冒着被说是营销的风险 也要来点个赞 珊珊来吃的故事本就简单 其实并不适合改编成这么长的电视剧 再怎么拍了腻了天了 也不可能变成一部 让人回味无穷的经典作品 但社长仍然要说 这确实是近年国产偶像剧的一部佳作 它并不是特别好 但它已经很不坏 没错 我们对国产偶像剧的要求也不过如此 穿的正常一点 说话正常一点 性格正常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着急给观众端上一盘盘狗血大餐 不要故事还没聆听就开始打植物广告的主意 豪门的故事就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豪门 青城的美女就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美女 要翻拍别人的故事就老老实实的买下版权 要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就起码做到尊重原著 珊珊来了就是一部不错还很下饭的作品 但是仅仅现在国产偶像剧这个圈子里 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部跳出这个圈子与韩剧日剧毕业毫不逊色的国产都市偶像剧呢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期待 就上新浪微博或者百毒贴吧搜索微领社长 或者去优酷和土豆点击订阅社长的个人频道 让我们一起开怀畅饮聊个不醉不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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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